曾经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黑龙江建三江事件 虽然已经过去8个多月了 但至今仍然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12月17号这起案件终于开审 不过当地警方在开庭前就大肆的抓捕想旁听的人士 阻止证人出庭 并还设置重重关卡来多方阻挠 8位辩护律师进入法庭 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在建三江事件中 与律师同时被非法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共有7人 至今仍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包括石孟文、孟凡丽、王燕心和李贵方 由于恐惧案件的影响力 庭审日期一言再言 17号早上有不少大陆网友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 转发关于建三江事件的最新消息 庭审在早上9点举行 但法庭所在的前进农场的进出通道 早已被大批特警把持 当天共有8名辩护律师 包括王宇、令其磊、王全璋、唐天昊、陈志勇、张维玉、习祥洞 以及刘连赫 其中王宇、令其磊等4位辩护律师 和一位前去旁听的律师 乘车赶往法庭时遭到拦截 王宇律师透露 建三江当局设了三道关卡 他们在第一道关卡就被拦下了 在雪地里等了将近40分钟才搭上计程车 我们被他们设的那个关卡给扣住了 先是把我身份证扣去了 又把司机给扣了 然后把车也给扣了 让我们在他那个设的那关卡站 先是在里面等 然后后来把我们撵出来 出来是大雪 零下30多度 我等了大概有40分钟 当时把我们车扣了以后 有一个正好过了一辆大巴 往那边去的大巴 然后我们要上大巴 他们的局长不让那个车挖我们 随后 网宇律师在微信上透露 他们在第二道关卡又被拦了十多分钟 计程车到了法庭门前也不让过 绕行了一大圈路 约有二三公里才进入法庭 那时已经十点多了 据社交媒体消息 为了阻止民众前往法庭旁听或作证 一些建三江居民家前后门 甚至被当局用铁锁锁住 当事人石梦文的家属 在第一道关卡被非法拦截 石梦文的哥哥和姐姐 身为黑监狱受害人 本想到法庭当庭作证 也分别被阻隔在法庭之外 或禁闭在家 而当事人孟凡丽 唯一的姐姐和两位陪同朋友 也在法庭前被警察劫持到派出所 所有得过的车辆 他都要减 身份证啊什么各方面的 司机的情况什么 人员的信息都减成 据说是昨天晚上开始 这边可能就带走了不少人 来旁听的都给抓回去了 今天他们这个行为啊 印证了农村系统 特别建山江这个地方 他们长期来侵犯人权的 一系列事实 但不管怎么说 有八九位律师 在前方克服各种困难 去为受害者辩护 包括受害者家属 在内的各方面人士 也积极地去主张和行者权力 让他们感觉到紧张 惊慌 17号中午11点50分 辩护律师王全璋发出微博 指出律师们在庭前会议中 发现石孟文穿着单薄的球衣和拖鞋 说看守所不让穿棉衣 王律师痛批 建山江的户外气温达零下30度 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都感觉冷 建山江看守所毫无人性人道 辩护律师刘连赫告诉新唐人 当天休停了四五次 庭审大约在下午五点半结束 第二天早上还要开庭审理 他程序就全部违法的 中间救了我们老的 申请什么让什么回避 他一次一次的抗议 他老想是枪行把这拼开下去 那我们就不答应他 他列了七项证据 最后一个是什么 处理法轮功案件的会议精神 还是那么一个证据 他给隐匿了 他觉得他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工作人他在念那个体重书的时候 他把这个条件扯去了 我们就不答应 迫使他休听了 刘连赫律师透露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 也被拦下接受检查 刘连赫律师表示 法院说明天早上九点半还要开庭 但能否真的开庭开了庭以后 如果传证人到庭 当局能不能让这些人来 都是个问题 这些人来说明天早上九点半还要开了庭以后 我们就不答应了庭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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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答应了庭以后